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RICO生活頻道 我是RICO 今天要做的料理就是 蠟筆小新B級美食之塔的肉捲飯糰 魚腸咖哩的話還要再等一下 因為魚肉腸還在坐飛機 首先磨出大約5顆的薑末要來做醬汁 然後加入60克醬油 30克味醂 60克清酒 接著要切一些洋蔥 在鍋中倒入一點油 加入洋蔥潮軟 這裝進有醬汁的小鍋子裡 剛剛忘記加糖 糖的比例依照自己喜歡的口味就好 然後開火煮到酒精揮發 再次的倒入鍋中 加入肉片 一般的肉捲飯糰 其實是先把生肉包住煮熟的米飯 再拿去煎 但等一下的飯糰比較大 沒有辦法像小飯糰一樣包起來 所以就直接把肉拿來煮 還要撒上一些白芝麻 煮完後把剩下的醬汁倒進米飯裡 攪拌均勻 為了讓等一下吃起來的口感比較爽口 不油膩 我們包入一些煙莓 這招是十幾之靈的杏平焦的 能讓整鍋飯極致爽口 然後再切一些蔥進去增加香氣 攪拌均勻 就可以裝進鋪有保鮮膜的碗裡面 再把兩個一樣的半圓飯糰合起來 壓得緊實一些 然後把肉鋪在四面八方 再用保鮮膜合起來 放進碗裡面讓它定型半小時 這一個樣子就完成一人份的肉捲飯糰囉 雖然是一人份 但還是足足有三杯米的量呢 試吃時間 要像小星一樣用手抓 我要吃 嗯 醬汁直接融入美麗米飯 散發著微微的甜味還有豬肉醇厚的香氣 Q彈的米粒藏著蔥還有煙莓的驚喜 實在太好吃了 只是這種東西對於還沒吃晚餐的我來說太危險了 一大口下去真的會不小心噎到 那最後我就給這個飯糰一個字 撐 因為等一下通通吃完我一定撐到爆嘛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想看什麼料理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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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送你 任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